猪雀气得牙都快咬碎了, 按道你河下迟迟的脑回路真是高度一致, 怪不得两情相悦呢,脑子里就剩这玩意儿。 你一开始说要解决经脉问题, 这条件虽然高,反倒属于正常条件, 后面这画风级转成了什么鬼东西。 猪雀忍了又忍,终于切齿道, 你当我四象轿是万花楼吗? 给你挑姑娘的,你不如找唐婉庄去, 她才是真开万花楼的。 赵长河叹息道,你到我这琴跟谁学的? 猪雀冷冷道,开始谈别家出嫁了是吧? 那倒不是,赵长河认真道, 唐首座对我掏心掏肺, 我不会用来作为与人议价的筹码。 猪雀道,但朝廷与四象轿是冲突的, 你既对唐婉庄如此忠诚, 我们就不用谈了。 赵长河沉默片刻, 慢慢道,时宜事宜, 何必说得太满? 半年前,猪雀尊哲也不会认为自己会想邀请我赵长河入教, 早两个月说不定还想为了迟迟的情势把我杀了完事, 如今呢? 猪雀不说话了, 说到这个就后悔, 赵长河本来就在眼皮子底下, 那时候随手就可以让他入教, 他多半还会很感谢收留指点之恩, 谁知道。 但话说回来, 那样的赵长河也不一定还会是现在的赵长河了。 赵长河又道, 猪雀尊者的魔教思维还是浓郁了些, 何必上来就谈条件? 大家先熟悉接触一段时间, 也让我更深入了解你们的教义, 你们也可以更熟悉我到底合不合适, 到时候自然抉择, 岂不是好? 现在这副模样, 你尴尬, 我也尴尬, 除了提个松开迟迟和我的限制之外, 又还能说什么呢? 猪雀默然道, 说得轻巧, 哪来的闲功夫和你长期熟悉? 说圣女和你一起就别说了, 不管她和你相处多久, 回头都是一嘴的好话, 等于无。 换个人接触啊, 我看你不就挺合适? 猪雀实在没忍住, 你俩的脑子是一个爹生的。 你这话说的, 感情迟迟也有这个提案吗? 不愧是我老婆。 话说现在你们脑不装我的爹, 其实就是迟迟的爹, 这话好像也有那么点道理。 猪雀美好气道, 我们戴面具不可能和你待一起, 除非你愿意被世人直接视为 四象胶一伙的看待。 脱了面具用真容呢? 别人总不知道你是谁了吧? 那你不就知道了? 我真容自有身份, 你以为会轻易泄露给你, 何况我也没空。 猪雀淡淡道, 先这么着吧, 你的意思我知道了, 会转达给尊者。 直接谈条件看上去, 确实也粗暴了些, 没有唐婉庄那么润物无声的不要脸。 赵长河 行了, 我先走了。 据我分析, 至少在王家之宴期间, 尊者不会过于计较你和圣女的关系, 好好把握哟。 声音变得有些妩媚, 又有些好笑, 很快火光掠天, 消失不见。 赵长河微微摇头, 倒也没放心上, 继续弹琴。 在他看来, 四象胶这个真只是属于基础接触, 只是适逢其会都来了狼牙, 开始试着交流。 如今话都没还怎么弹开, 日后多半还陆续会有深入交流的。 只是他没想到, 换了首琴曲还没弹完呢, 朱雀来了。 赵长河很是无语地看着面前性感妩媚的尊者红唇, 叹了口气, 尊者无视, 道观听取。 朱雀淡淡道, 我听一伙蛇回禀, 你如今困扰于内宫经脉之事。 不错。 不要寄望于双修, 否则本座会很失望。 朱雀淡淡道, 你的经脉定型且狭窄, 长期双修或可对改善这种状况稍微有益, 但短期只为了助力突破是最等而下之的行为, 与弥勒较无异。 双修从来不是神术, 只是辅助之术, 望之。 赵长河道, 尊者有点像在和唐首做笔一笔谁教的好的意思。 我教不了你, 但可以给你点甜头尝尝, 至少该让你知道入我圣教有多大好处。 朱雀忽然伸手, 一直点在赵长河眉心。 赵长河依然是连躲避的意识都没起, 就已经被点到了, 无奈地接受现实, 现在朱雀如果要杀他就是一指头的事情, 没啥好挣扎的。 随着一直点钟眉心, 似有一种飘渺的一船进灵台, 赵长河脑子里轰然一炸, 忽然看见了漫天星辰。 那不是星辰, 是自己的周身翘穴, 灿灿如星。 其实在初学内功之时是感受过的, 丹田如月, 翘穴四星, 运转苍穹, 是为人体自成宇宙。 可惜那只是初学时对整体纲领的展示, 修行多了, 反而感受不到这种宏观体验了, 只能从一条经脉, 一个穴位, 去慢慢地一脚一脚地揭开, 期待某一天能看见整个天空。 如今朱雀这一指, 再度引领向了最初的纲领, 看见了最宏观的夜。 与当初体验的区别在于, 朱雀引领着的内饰, 极为凸显四象之形, 夜空之中最亮的那些星辰, 构建成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形态。 对应在翘学的话, 其中有些位置是自己已经开启点亮的, 大部分还没有。 这是四象教的功法原理, 你是配哪一系功法, 就走那一系的星途, 如本作是朱雀, 迟迟青龙白虎兼具。 朱雀的声音回荡在耳边, 示意你星途, 并非教你功法, 而是教你一种旁通之道。 赵长河深深吸了口气, 请指点。 假设你可呼应你的星位, 就可以调用这星位之力 去冲刺你未破的玄关, 不需要死死寻着那一条经脉 去冲得筋疲力尽, 可以一定程度上规避你经脉狭窄的问题。 便如一剑对付不了一个强者, 万剑齐发自然可以。 朱雀淡淡道,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能不能呼应出自己的星象, 若是不行, 一切修题, 说明你与我四象教无缘。 如果可以呢? 那个位置就是你的, 我会在与你谈条件。 这也是你所谓的, 你我双方熟悉的进一步过程。 好, 要怎么呼应? 你的修行根本没达到那些俏学, 本来呼应不了, 但我替你起了星图, 你只消意识沉浸去感应这些俏学, 哪个与你适配, 自然会在我的星图之中亮起, 我便有数了。 随着话音, 刚才亮起的四象星图 全部按了下去。 赵长河默默内视, 尝试感应, 让他们重新亮起。 结果发现, 这不仅考校武学上的资质, 还挺考校记忆力的, 那么多星辰, 怎么勾勒出刚才的形状? 赵长河发现自己已经忘光了, 这怎么记得住啊? 算了无所谓, 管它什么形状, 一颗一颗的感应过去, 能点亮多少就算多少, 这才是原法, 朱雀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赵长河尝试点亮下方最角落的一颗星, 发现毫无难度, 一下就亮了。 朱雀眼睛也有点亮, 按道别的不提, 至少说明它很适配修习四象胶的功法, 几乎没有任何障碍。 第二颗, 第三颗, 渐渐地, 南方全亮, 连带着朱雀之形在内, 和边上不属于朱雀星宿的全亮了。 朱雀亮起的眼睛变得鼓起, 这什么意思? 没见过呀, 完全不合四象形制, 为什么能全亮? 在四象教的意义里, 其实每一颗星辰都属于一类性质的武学, 尤其是四象更是四类非常典型的区分, 不可能有人兼容并蓄的, 否则那是什么? 那是夜地呀! 赵长河也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这玩意就很轻松啊。 很像是在天树幻境里面看见黄石井掩饰的感受, 也是自己想要它掩饰什么部分就掩饰什么部分, 这每一颗星辰也是一样啊, 想亮哪颗就亮哪颗呗。 在过的片刻, 满天星斗闪耀夜空, 全亮了。 朱雀骤然收手, 震惊地倒退两步。 赵长河纳闷的睁眼, 是不是哪不对, 我全亮了, 是不是意味着 其实和四象之意南辕北辙? 是, 是的, 朱雀声音都有些发颤, 此大约为帝王翼也, 非, 非四象翼, 你我, 你我。 想说不和, 可颤抖了半天说不出来, 未必不和, 还有一种情况是和的。 如果是夜地? 当然满天星斗皆为所用, 世间五学无不在我。 这可能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赵长河正在问, 如你所言, 我还没修到这些俏学, 就算能感应点亮, 怎么让他们也拥有力量 助我冲刺玄关? 他们本身就有力量, 只是常人根本感应不到, 你既然能感应出来, 就可以尝试调用出来, 助你打破我传你一篇法门, 诸去暗道再试试, 如果你调用不了, 那就没事了。 下一刻, 赵长河闭上眼睛, 万千俏学辉耀明堂, 仿佛千丝万缕的气息, 从天空四面八方如雨而落, 冲向玄关第五中华盖学。 与此同时, 丹田之中的陆河神功全面运转, 循着中轴线一路上冲, 直抵滑盖。 仿佛有轰的一声错觉, 那家玄关五重悍然告破, 一丝阻碍都没起到。 赵长河睁开了眼睛, 对上朱雀的眼眸。 朱雀的眼神已经如同见了鬼一样。 PS,不昨天的。 沙传者的眼神,